给我们一块大平的没有了 实际上我现在没有一个了 没有了老人根本找不到了 我今年97 山西做学生 我的房子还被日本伤了 我们老家的房子 日本在这的时候刚好我那时候打儿童团 还小 就在团里面打儿童团 因为啥学啥不成了 就打儿童团 儿童团们就是把中间斩鸽放烧 城里做圈圈就得了盈利之后 我那时候打了兵 那时候十六十七 你咋没有打腹板上 我小还打了腹板上 还挺挺好的 对那行三连 对 我连长是乔景天 我这个文化成都吧 小学三年 比较来说比他们还强一点 有点文化 所以人家就把我来抽到了 调到脸部 那就打了几个战后来打文术了 我们那个部队 当时是属于本先的 独立营的一个连 十四年四月 门三月份 大海洋 我们就参加了 那时候大海洋就很远了 我们打的是日本人的一个机型中队 在安阳的西边 纵路争 那个战斗是比较大的了 我那时候是刚刚的打上班长 还不会打上 就是跟人家知道要怎么说 咱们就这么做 那次打的还不错 还算是牺牲人还不多 胜利了 在安阳的时候是 打总络争的时候啊 咱们的武器很很长 小指探团这么团 这么高的小指探团 我们那个老乡 省连住 他是打枪炮的 我就跟着他在一块儿的 反正打国是打国 打得不太好 那时候是国营嘛 就是这一辆打了枪炮了 感觉到挺舒服的啊 要准备返回去的 我们部队就政变了 就在那儿没回去 就直接跪到了一二九四 刘不成那部队 参加了那个部队 没有几千 我们就就就就就跟着留灯 到了这个 又车回到林县 就在那儿整军 整军完了以后 就再没回去 嗯 就难下了 那时候就是 什么时候把日本鬼鬼子消灭了 消灭了 消灭了以后就 就不想打兵了 就就就要回家了 那时候我们是 三年一换 我打兵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属于是 独立部队 独立人 头一批是一年一换 第二批是两年一换 到我们那批是三年一换 最后 朝来就再没回去 就河边了 那就不 就不换了 所以说想想不到 那时候想三年一换的 那下 哎呀 只要自己不死 三年就回家了 那我们那时候就不行了 一河边 那下了 你回去回什么家呀 回不了家了 我是五零年 十月二十五号过江 我们打完了第四次战役 到第五次战役 刚结束 我们就撤下来了 因为没有人了 从那里结束了以后啊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子 李承远的部队不好打 联合国共产党的好打 他叫李启渭吧 李启渭怎么说李你 李启渭 叫他们上来 你看这边 他们的部队好打 为什么 他们部队晚上不打 我们是晚上互动 一晚上打十个山头啊 不简单啊 那真不简单 一晚上干十个山头 那就 爬路也爬不过去啊 到那儿以后 都在里边睡觉了 不用打上你 俘虏了 所以俘虏了他们以后 他们是 拿照片不给 其他都给 要啥给啥 俘虏兵人家有枪 从美国来的 或者从那儿来 都带着照片 这个你别吓得受受不了 其他东西枪给你 手表都给你 什么只要吃饭就行 他下来就 只要留着我 回到家来 就是好事 他怕死的 他咋不怕死的 他给你手表 就说你不要杀我 嘿嘿嘿 就是这个事 在朝鲜下回到大学 我们部队洞杀就是那一次 咱发现 那叫 花月山 部队杀不去 下面下大学 那时候可洞坏了 所以说那次洞 洞就在哪儿洞坏的 有的洞了脚的 有的洞了耳朵的 你看我洞耳朵 掉了一块儿吗 这儿 一抹就掉了 洞坏了 洞杀的人举腿 哎呀那时候 西河医院去了 北京 西河医院去 去人到那儿去不行 来不及了 你洞到杀里 你洞到杀里去 洞杀里去 你洞到杀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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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洞到杀里 这个人就死了 没有办法了 救不了了 他洞杀全洞 那也洞里厉害 哎呀呀呀可 洞里最厉害了 洞了 你只要洞到杀里 你再救不了了 救不了他 就知道死了 哎呀那洞里人 连话都不能说了 都是二十多 不到三十岁 年轻都挺年轻的 我那时候是二十 二十零嘛 二十五 二十零 第五次战一记住 嘎一记住 我们就退回了 因为不复杀边缘 我们得回国 修正 这我们就回到了天津 哎呀那时候回到天津 老百姓都不怀疑 都向我们脏 穿的衣服啊 都是黑乎乎的 尤其在山洞里面 火车 是冒烟 凶出来 出来就是黑的 哎呀那全是黑的 一到天津来 人家还不愿意说 你们什么部队这么脏 你黄衣服都上黑衣服了 那野兄弟啊 一晚上啊呀那那全是黑的 脸都是黑的 那火车烟 到天津 到那里我们在 住了清县 我们就补充兵员 干部也有 士兵也有 结束了四百多人 我就补充兵员 补充了兵员以后 我们就第二次炒 准备入炒了 统治下来了 你们部队不入炒了 准备天津们先收约 这样我们就有 有改变了 这是到了七月底了 就这两个月啊 到十月以后 不是收约吗 就这几个月 哎呀可哭了 收约你别看收约 哪个时间 比打扎 打扎他有个限期 这个没有限期 你一天就跑步走路 哎呀可累了 除了大兵就是大兵 一天再没有干过别的事 一直就到了到了五五三年 五三年的退伍 退伍下来以后 就转移到青海 青海是由看待局 转进而取队 到取队长了 那时候就到了改部了 六零年就到大兵 原来我们搞专禁的 到大兵我就搞了菜油了 83年 掉到这里来 那是叫中原油田 菜油二部 我就在那菜油二部功能课 大科长 我应该是87年里修的 就多干了两年 退下来就都没有事干了 那就是自己安排自己活了 好像是没有任何 没有事干了 就趴着那些子 就锻炼锻炼 就带了些毛肺子 现在都幸福多了 我们到兵的时候 连写写都没有 发冲装不发成衣 就一套冲装 没有成衣 你迎一上来给一套成衣 你也练一下来没有成衣 那是可苦了 没有写穿 没有成衣 现在多舒服啊 可怜那时候是穷 咱们国家也穷 咱们国家也穷 那时候呢 都啊 不过来 那时候是穷 不是 咱们国家也穷 都不需要